今年南区共同一个好党会议 今天在华为农港两党纪兴 教育部党颇文党也清新前来主持 教育部欧望说就着这些外党 可以让国后的好党 保障均向办法的经验 并且也占对到目前高学党的问题 来进行严重与改革 华后方可以顺利来拥有经验 并落实教育政策的推动 将近300位来自南区的国中区厚党 今天和教育部官员在华为农港 举行一场厚党会议 讨论教育政策和学部的推动 教育部长部门中 其他这些经验的分享 可以这一部提升十几年教育的评计 今年校长会要 特别想比一个 目前我们全部用力在推动的 12年国教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主题 来做规划 那无非也希望我们都透过 校长们彼此之间的经验分享 来共同为我们校务的经营 找出更好的方向跟更多的经验 针对教育法的现象 法文长也希望校长 可以共同研究出好的营养对策 努力会上 另外为了提升学校的作业论 这些学校在会议 也会担对学部的感化进行讨论 以便影响到教学的主要工作 这些很容易干扰 但又不见得是能够聚焦在这些老师跟学生教育学的这些事项上面 或是非常繁复的行政作业程序 或是有些经费的申请合办合照通论的这些工作 我觉得是到了一个要更彻底的来做健康 这项全国校长会期将进行两天的活动 除了有全体演讲以外 校长以来的分组 针对各项学部问题进行讨论 共同提升未来的教学来用 记者以免为曹文博德